爸爸 为什么我和你长得一点都不像 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吗 胡说 那是因为你的妈妈是僵尸国的僵尸公主啊 那我的妈妈去哪了呢 你的妈妈被僵王带回僵尸国了 正当父子二人谈话之时 暗黑骑士王出现了 不好 儿子你快跑 不 爸爸 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先走 然后去找豌豆国王来救我 不然我们俩都完蛋了 小豌豆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接着他找到了豌豆国王 国王 你快派兵去救救我爸爸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妈妈是僵尸吧 植物和僵尸是天敌 我是不会帮你的 可我爸爸是豌豆呀 要我帮你也行 除非你能打败江王机甲 我要是能打败江王 还找你干嘛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 你走吧 就这样 小豌豆被国王赶走了 兄弟们 快救他 你们快住手 小豌豆 你身为植物 为什么要帮僵尸出头 你们欺负弱小就是不行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了 说完 植物们把小豌豆也揍了一顿 小豌豆 谢谢你为我出头 都怪我没用 帮不了你 也救不了我的父亲 小豌豆 你别伤心 说完小火龙就变身成了深海巨人 小豌豆 其实我是一位S级的深海巨人 我被他们抓住只是想体验一下被揍的感觉 我非常欣赏你 就让我来帮你救出父亲吧 说完 二人就来到僵尸老巢营救豌豆爸爸 确实看守豌豆爸爸的第一位垃圾桶僵尸冲了出来 这个垃圾桶也太坚固了吧 怎么打都打不破 小豌豆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听说只要屏幕前的小伙伴 发送一波快快快 每个快快快都能为你增加88点攻击力 那请小伙伴们帮我一次吧 有了小伙伴们的帮忙 深海巨人的攻击变得很快 最后成功击败了垃圾桶僵尸 接着第二波的胖墩僵尸和矿工僵尸出场了 这两个胖子前后夹击 真是太阴险了 别怕 这次还可以求助小伙伴帮忙 只要小伙伴现在长按点赞三秒 每个赞都能为你增加66点攻击力和防御力 有了大家的帮忙 深海巨人很快就击败了胖墩僵尸 接着他一个转身 又轻松干掉了矿工僵尸 最后 罪魁祸首暗黑骑士王冲了出来 暗黑骑士王的铠甲非常坚硬 深海巨人经过前面两场战斗已经元气大伤 看来想要击败暗黑骑士王 最后小豌豆不仅成功救出了爸爸 还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妈妈 快跟我们回家吧 小豌豆 你胡说什么呢 美人姜是我的老婆 怎么会是你的妈妈呢 What